我们今晚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成为钻石的一点经历 这是我们钻石故事的一部分 我是在十二岁的时候认识迈克的 我们有三个女儿 事实上我们的小女儿今天也在会场 她在那儿 她想来听听妈妈和爸爸的演讲 我很高兴她能来 好 我开始讲我们的故事了 如果你曾经听过我的故事 你应该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 我对这个生意一点也不兴奋 我不支持她 我对这个生意不兴奋 因为我们当时很忙 我在幼儿园工作 照看孩子已经有九年时间了 而迈克有一份全职工作的同时 还做两份兼职 一份是在周末 另一份是在晚上 所以她忙 我也忙 我家里有三个女儿要照顾 我们忙得团团转 有一天她下班回家 告诉我 有人跟她谈起这个生意机会 我只说了 我只说了句 我们没时间呢 她说这个人星期六会来为我们讲这个计划 我说行啊 其实那时我已经计划好和女儿去看篮球赛 所以当那个人来我们家讲计划那天 他前门进 我们后门出 我和女儿去看球赛了 所以那个人只是给迈克一个人讲计划 我们回来时 我发现迈克在手无足蹈 兴高采烈 我就在想 那个人用了什么法宝 把迈克看成这样 他们谈得不错啊 是的 迈克在手无足蹈 兴高采烈 那个人给迈克讲的就是一个生意机会 迈克立刻看到了远景 但我对他说 你疯了 我们没有时间呢 我们有三个女儿 除了你的全职工作 你还有两份工作 但是那天他答应人家了 也许是一周后 也许是两周后 他签名加入了 把我也签上了 现在我猜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我是不会加入的 他立刻开始讲计划 也许不是立刻 也许是一个月以后吧 但是他这么开始了 他讲得很欢 一个月讲十五到二十个计划 开始我半信半疑 是他托我去参加会议 真是拖着我去的 当时我并不同意他 他立刻订了磁带 开始每天听磁带看书 他是个好学生 很快就让生意进入他脑袋 非常兴奋 我注意到他改变了 是非常好的改变 当时我和迈克结婚 已经十五年了 我知道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婚姻中缺少什么 我们需要改变 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改变 我当时并不知道 这个生意是我们改变的契机 但是我的确看到了变化 令我欣喜的变化 我和迈克结婚十五年以来 他一直是一个很硬的人 你很难真正的了解他 就像他有一层外壳一样 和他打交道很难 我开始看到他正在发生变化 他正在变得温和 开始跟孩子们有更多的交流 他放弃了那两份业余工作 除了出去外面讲计划 他在家的时间更多了 看到这些变化 我想我等这一天等了十五年 我为这一天不知祈祷了多少次 我一直盼望着迈克的心软下来 他的心肠真的很硬 我们结婚时他的脾气很大 我不知道这个生意会有这种作用 但当我看到他的变化 我兴奋起来 我开始想 也许这事真有门道 也许这个生意不仅仅是钱 我开始对这个生意兴奋起来 慢慢的成为了他的伙伴 和他一起工作 这时我对这个生意不完全抵触 但是还是有一点消极的看法 我在观望 我在看迈克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成绩 同时我和我的介绍人特立建立起关系 他的两个女儿年龄和我的大女儿差不多 我们的女儿们关系很好 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好 他帮助我走过了那些不平静的时期 他帮助我渡过难关 我刚才说过 我期待迈克有变化 等了十五年 他太硬 就像有一层外壳一样 他才变软 变得更听我说话 他想和我改善关系 我记得有一天 他跪下来请我原谅他 原谅他过去做的错事 这令我很震惊 他居然发生了这种变化 我不再观望 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来 我们加入时 我们的家人是反对的 我们的家人甚至编造故事 说我们是在睁眼说瞎话 我有一个哥哥 我很尊敬他 他是个非常成功的人 他在六岁时就立志要出人头地 我和他很要好 他不断地鼓励我 我们给他看了计划 他说你们能行的 你们能做到钻石的 因为他取得的成就 我很尊敬他 他不断地鼓励我们 告诉我们一定能行 我哥哥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 当年有人对他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个人就是我父亲 他说我们老家从未有人能去到华尔街工作 但这是我哥哥的梦想 他一直怀着这个梦想 成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经理 结果他做到了 我哥哥说 正是父亲那些打击他的话 激励了他 他把这些话语当作鞭策 让自己一直往前 在他的鼓励下 当然还有我的导师的帮助下 我开始被激发 开始行动起来 我开始理解 这个生意不仅仅在于钱 它的含义很丰富 能对人们有帮助 帮助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 这令我很满足 很有成就感 我开始对这个生意兴奋起来 我今天下午来参加聚会 所付出的交通费 购买资料的花销 是为我将来的投资 而不只是费用 所以我不再埋怨 另外 我最大的障碍 是离开我的孩子 我做了九年的托儿所老师 我选择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因为我想和他们在一起 我们在认识这个生意之前 迈克总是不在家 因为他有一份全职工作 还有这样那样的兼职 所以一直是我在家里照顾孩子 加入这个生意以后 我要去参加这个会议 那个会议 我很不习惯 但是我发现 你要告诉孩子 你这样做的理由 而不是告诉他们你的借口 那就是我要学会的 我开始明白 他们是我要这样做的原因 其实我的孩子们在我们相信以前 早就已经相信 他们的爸爸妈妈会成为钻石的 我离开他们 他们一点问题也没有 倒是我自己有割荡 因为我对于离开他们有内疚感 我要克服这一点 这也是我成长的过程 你在这个生意过程中学到成功法则 然后再交给你的孩子们 在我看来 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因为这些是他们在学校里 在大学里学不到的 我们在这个生意里所得到的东西 是人们在外面很难得到的 所以我们会交给我们的孩子很多东西 我们遇到很多挑战 我有时把我们生意中的挑战 和生活中的挑战进行比较 这个生意能给予我们应付生活挑战的帮助 是无可比拟的 这就是这个生意对我的影响 它使我作为一个人那样成长 使我能应付所有的挑战 因为困难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会遇到的 女士们 你们还要记住 要和你们的导师建立良好的关系 要经营这种关系 我和我的导师的关系 对我如此珍贵 这个生意给予我的远远超过金钱 我们很荣幸有几次陪同德士特参加周末的聚会 他对我们说 米雪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伸展自己 你就会萎缩 他说的真对啊 伸展对我来说 就是站在舞台上 当我刚加入的时候 我就对麦克说 有两件事我绝不会去做 一是坐飞机 我绝不会坐飞机 我会吓死的 另一件事 就是我绝不会在人们面前说话 在两个人面前 我就不会说话 更不用说你们一大群人了 那是我的一大恐惧 我现在还在努力地克服这一点 现在好了一点 但还是有点恐惧的 读书和听词带能帮助我克服这个恐惧 我们鼓励神们写下自己的目标 当你达到了一些 就再写下一些 当我和麦克达到直系 我们就写下要做到翡翠 当我们做到翡翠 我们就写下要达到Q12翡翠 所以绝对不要满足于目前的成绩 绝对不要到达一个让自己坐下来不动的地步 这不容易做到 因为你们可能会自满 收入不错 我和麦克不必上班 有很多休闲的时间 我们很容易满足 这确实很难 你一定要做出决定 你要写下你的目标 要做钻石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教我们的朋友 也是这样做 随着你发展你的事业 你就是在写下你的故事 当你成为钻石 走到台上来 你会有你的故事的 我们一直告诉人们 不要忘记 你为什么加入这个生意 有时可能是为了钱 当你在建立生意的过程中 你会遇到需要你做出改变的情形 而这种改变可能会令你不舒服 你也许不想改变 你会停下脚步 甚至退后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你是为什么加入的 不要因为不愿改变而停止不前 因为改变对于我们是有益的 我们都需要改变 我们都需要持续的改变 给人们看到你的承诺 人们就会给你看到他们的承诺 这一点很重要 你对人们承诺 人们就会对你承诺 我们的导师从来不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也不会告诉我们必须做什么 他们只会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 做不做就是我们的选择了 我想拥有那样的生活方式吗 我想成为那样的人吗 或者我还是要留在原地 是否做出改变 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了 我们决定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得到很多收获 我们经常出去旅游 坐过几次豪华游轮 去过加勒比海 每年去此下维仪 如果我还是在看孩子 迈克还是在做他的工作 我们永远不会有这些机会的 我们偿还了所有的欠债 现在我们没有欠债了 所以说收入是可观的 相信你值得拥有这样的成功 这是最难的 我就不相信我值得拥有它 在学生时期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 我从没想到将来能成功 我认为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我是个好人 但很普通 通过加入这个生意 我认识到我值得拥有这一切 这是我应得的 我能成功 拥抱你的挑战吧 挑战使你的品格更完整 很多人遇到挑战 既有生意上的 也有家庭和生活的 我亲生尽力告诉我 挑战锻炼你的品格 使你成长 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不断成长 更令人满足了 我喜欢挑战 我欢迎挑战 我能应付的 几年前 我的姐夫送我一个日礼 我保留了其中一页 因为我喜欢上面写的东西 他非常好地描述了这个生意 上面写着 很多人认为 他们在一个领域的成功 可以补偿 他们在另一个领域的失败 他真的可以吗 也许在某些地方 在一个短时间内可以吧 但是你专业上的成功 真的可以补偿不幸的婚姻 破碎的希望 或是你的品格弱点吗 真正的有效需要平衡 我相信我们的事业能做到这一点 它为我们平衡一切 它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财务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个人成长 没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我认为 这就是真正的成功 我们曾经收到某个人的来信 我们把它贴在冰箱的上面 每天早晨起床后 我都念一遍上面的内容 他说 我相信精神超越物质 我相信人类精神永存 我相信奇迹和祝福 无论大小 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我相信生活的曲折 终将被克服 而不会阻挡我们 我把它贴起来 每天大声的对自己读一遍 因为真理是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就会做到任何事情 你已经拥有了最棒的支持系统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就不再啰嗦了 能与在座的各位 分享我的成功经历 真是荣幸 如果今晚我们的故事 能帮助一个人成功 我们就算做到了 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们期盼听到你们成功的故事 创造你们的故事吧 我知道你们一定有着伟大的故事的 我爱你们 下面有请迈克 讲得太好了 棒极了 我们经历了很多 我的经历也许比它长得多 我加入这个生意的时候 一塌糊涂 现在还是一塌糊涂 只是没有以前那样一塌糊涂罢了 这是系统的威力吧 米雪和我是同班同学 我比她年长几岁 当时我们上数学课 我对数学很不开窍 我们当时要考试 她先交了试卷 老师批改以后 她不小心把改好的试卷 留在我的桌子上 当然 我就做了一件 当时很自然就会去做 被称为是抄袭的行为 后来我的成绩是A 而她只达到了B 她很不高兴 我以前从来没有拿到A 所以这次我很高兴 还有一次上课 到了写读书心得的时间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我想我只是觉得学习很无聊吧 我拿出了一本书 搬到书的后面 因为每一本书的后面都会告诉你 这本书是讲什么的 既然书后面都告诉你 整本书是写什么了 为什么还要把书从头到尾读一遍呢 所以我只是看看书的后面 就写了读书心得 我记得老师对我说 请你放学以后留下来 我当时很紧张 放学之后 我去到老师的办公室 他说 我还不知道 你居然是这么一位出色的作家 我说 好吧 谢谢 他说读完你的大作 我深受感动 以致我自己把那本书读了一遍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抄袭的坏处 他说抄袭有朝一日会送你进监狱的 所以当我接触到这个生意 我发现在这个生意当中要想成功 你只需抄袭成功者的做法 这下我的心理障碍一下子就消失了 你要做的只是跟随在你前面走的前辈 我的一个伙伴打电话给我 说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说他的钱很紧张 他不清楚 他为什么要加入 他说他刚刚收到他的哥哥送给他的礼物 一个大杯子和一个小杯子 大杯子上写着很多人让自己的梦想驰骋 但是很少人有勇气去紧跟着他 我问他 收到这个杯子 你有什么启发 他说 这正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 我坚信 每一样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理由的 我不认为你来到这儿只是碰巧而已 你来到这儿 因为这里有一样你想要的东西 你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将要做什么 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讲一点我们的经历 只讲一点 的确 嫁给我 对我妻子而言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家全是儿子 我有三个兄弟 没有姐妹 我一生中接触的女性影响就是来自我妈妈 所以结婚以后 我在家里处理事情 就像在和我兄弟打交道一样 每次都是要赢过对方 但是女人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把他们当成男人 在这一方面我有很多不足 我感到一种不安全感 所以当我走进这个事业通过我与人们的交往 有人交给我其中的道理 我才明白过来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想去的地方就是你的激情 如果你没有激情就培养一个激情吧 你曾经肯定有过激情 每一个人都有激情 绝大多数结婚了的朋友都有激情 也许你曾经拥有激情 也许你们现在的激情不如你们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强烈 我发现你的活跃程度是你对这个生意相信程度的信号 我刚加入的时候 我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么相信这个生意 我希望我相信 这好得让我不敢相信 我想相信他 我渴望相信他 我要问各位 你们相信吗 因为这是任何事情的开始 你们相信吗 你们想相信吗 大多数的人是很难相信的 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 我们被打击太多 有太多人告诉我们 他们会做这个做那个 结果呢 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做到 所以在发展生意的时候 相信是如此重要 我当时看不到我能走到这里 但是我知道这并不重要 我没有看得那么远 我只是一天走一步 一天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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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必须用行动来做榜样 无论我做什么将被人们复制 无论我不做什么 也将被人们复制 这是一个复制的事业 当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没有去问我妻子 她怎么看 问她觉得这行不行 我知道这是好生意 她不明白 我做这个生意 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将来 我有一个远景 我知道这对她好 对我们的孩子好 但是她还看不到 这又怎么样呢 这还是我的责任 我有妻儿老小 我有责任 当我学习 我接受教育 我看到外面的世界 人们为了生计疲于奔命 我要做三份工作 来维持家庭的开支 我没有问她怎么看 我只是去做了 她真的看不到 在她的思维来看 她是对的 我当时经营一家 经营古董的公司 还做兼职 有三份收入 也不少了 我酷爱收藏 还要养家活口 我没有时间 她说你没有时间 没错 我是没有时间 但是为了有一些时间 我一定要挤出一些时间 要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必须要做出牺牲 我当时也不是很明白 该牺牲什么 后来我在一本书里找到答案 我放弃了我挚爱之一 收藏 我放弃我的兼职生意 这样我可以把全部的业余时间 用在这个生意上 我在播种 播种 然后得到不 然后才得到好 得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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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不容易 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 你为什么做你正在做的事情呢 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呢 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我是为了我的妻子 为了我的孩子 我想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 如果我成功了 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为了孙子孙女们建立生意 我去过很多地方 我们尽情的旅游 我们跑遍全国 迪斯尼去过大概五次吧 要是现在 我还在从事以前的职业 我不光是没有时间旅游 更不会有钱旅游 而今天 这些都实现了 我必须走出我的舒适区 我必须伸展自己 你知道我个人最希望得到什么吗 我想让我的妻子尊敬我 你知道我们可以走到外面的世界上 整个世界都打击你 我是从男人的角度谈的 但是当你回到家 只要你的妻子尊敬你 这一切都没什么 但是你在外面一次又一次被打击 在家你的妻子又不尊重你 那一切都没意义了 可能你在工作中是佼佼者 但是你的妻子却不尊重你 这又有什么用呢 就我个人而言 我最想得到的是妻子的尊敬 我的内心深处深深需要那份尊敬 记得以前曾听人说过 如果一个男人没有讲过公开生意讲座 就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当时想 老天呢 我还没讲计划呢 看来我做不到了 我吓坏了 但我们要把目光放长远一点 要有耐心 再读一本书 再听一盘磁带 再参加一次讲座 就像时钟在走那样 就像你每天上班那样 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 也要克服这种恐惧 我记得曾经问过我的介绍人说 我一定要给人们讲这些吗 他说不用 我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说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你自己就会想讲的 我想也许要15年16年吧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说 时候到来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想去做的 我记得我当时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完全处于自己的舒适区内 我的自卑感如此的沉重 在我的两个耳朵之间 发生着一场战斗 你曾经有过自我对话吗 我经常自我对话 问题是 我经常听自己的声音 就像打乒乓球一样 来来回回 我很紧张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想走出去 但我不敢走出去 我内心没有足够的力量 让我走出舒适区 来和别人交流 当时我要出门 我的妻子对我说了一句 我认为我是活该的 他说 你是个失败者 你一直是个失败者 你将来也是个失败者 这对我完全是不尊敬 这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 在我加入生意以前 如果我妻子这样说 我肯定会跟现在的处理方法不同 但是因为我已经输入了 如此多的积极思维 我决定继续往外走 我记得我抓住门的把手 也许我拉门的时候 用力过猛吧 现在我不太记得了 他刚刚买的把手掉下来 我倒退一步 他从我身边滚过去 我转过身来 用力一踢 他就穿过了饭厅 冲向厨房 然后砰的一声 在他身边停了下来 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深深被伤害了 即使这样 我也没有走出去 我真的不想这样做 我最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站在人们面前说 哇 这是一个伟大的生意 有时候 你要把某件没有发生的事情 说的似乎它已经发生那样 它才会发生 那天晚上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当时讲了我有史以来最好的计划 我的情绪非常高昂 问题是我必须回家 面对我的妻子 我跪下来说 米雪 对不起 我太愚蠢了 他说 啊 这可比起六个月前或一年前好多了 哈 看来我有进步 这一切和我的自卑感很有关系 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 一个叫做平庸的敌人 这本书震撼了我 我记得我读了那本书以后 它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这个生意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真是难以置信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应该有三个因素 精神上 感情上 身体上 一个部分不灵 整个系统就会失灵 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走在一起 人们来自各行各业 人们经历不同的事情 我在为克服我的自卑感而努力着 我成功了吗 没有 我也有消极的时刻 积极的自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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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读一本书 那本书说 积极的自我肯定 你要站在镜子面前 对自己大声说 我是个大人物 你被创造出来 就是要做大事 你是与众不同的 我对自己说 好吧 我能做到 我记得我走进洗手间 看着镜子睁大 眼睛张开嘴 我说不出来 就像一个傻瓜那样 这多傻呀 我回去接着看书 书上说 如果你不能看着自己 对自己说 你是个大人物 你值得成功 你与众不同 如果你不能告诉自己说 上帝是不会创造垃圾的 这正是你要这样做的原因 这正是你要这样做的原因 这对我而言是一次伸展 这是很难的 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这个周末 我和米雪还讨论了一次 我们谈到外面的世界 充斥着如此多的消极因素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感 这真是令人吃惊 现在每个产业都在经历全球化 公司在缩减规模 减少员工 我们的就业机会都跑到外国去了 债务疾病 如果你正在建立自己的事业 随着事业的发展 你会经历很多起伏 所以我们必须要融入系统 系统能保持积极思想的持续流动 我现在每天都在听磁带 因为我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它 我现在仍然读书 我仍然参加聚会 我一直参加聚会 因为我知道成功需要付出什么 这就像做一个大馅饼 缺一种成分 馅饼的味道就不对 所以系统是一个整体 系统告诉我 我的生意在哪里 系统去到哪里 哪里就有生意 相信就是一切 我的导师给予我相信 当我进入这个生意 我并不相信 是他们是我相信的 他们说 我相信你以后会大有作为的 我想随便你们怎么说 他不断地对我说这些话 他不断给我积极的提升 过了一会儿 我想也许他对谁都这么说 有人对我就是这么说的 你们对谁都这么说 不是这样的 经过一段时间 相信就慢慢的渗透进去了 我想也许他知道我身上某些 我不知道的东西 也许他看到我身上某些 我没有看到的东西 因为他天天对我说 将来你会有一个大生意的 因为你值得拥有 你已经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 他们不断鼓励我 让我重新站起来 重新站起来 重新站起来 只要重新站起来一次 行动能使相信有效 行动加上相信等于结果 在座有没有听说过 巴比每天的三个习惯 如果你现在每天能做两件 或是三件这也不错 总比什么也不做更好 去搞清楚这些习惯是什么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实践它们 比方说每天要祈祷 每天祈祷 对于你已经拥有的一切要感恩 你现在有房子住了 在座有哪个是在车上 或者是在大街上过夜的吗 那就很值得感恩了 当我的孩子知道感恩时 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 我想祝福他们 他们知道感恩 我就想给予他们更多 如果他们只知道抱怨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你会有何感想呢 我记得曾经给我的孩子 读过一个故事 一个孩子非常消极 一个孩子非常积极 消极的孩子得到了每一件 他所能想象的圣诞礼物 然而他都表示不满意 颜色不对 形状不好看 而另一个非常积极的孩子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他在里面玩得很开心 发出很多声音 当人们打开房间的时候 发现地上满是脏东西 他在脏东西中搜索 因为他相信里面一定会有礼物的 这就是态度问题 第二点是积极的自我肯定 积极的自我肯定 积极的自我肯定 这一点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 我们都有消极思维 我曾经说过 我们受到的外界影响中 有70%是消极的 而40%来自我们自己的大脑 你给自己的大脑灌输什么呢 你对自己说什么话呢 所以系统如此重要 第一点是每天祈祷 第二是积极的自我肯定 要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能做到这些的人们 一定会往前走的 伸出你的手吧 每一天都要伸出你的手 跟人们说你好 你知道当时我无法伸出手 跟人们谈论这个生意 但我的介绍人告诉我 其实我们只要简单的说 你好吗就行了 你好我是麦克肯尼 你好我是麦克肯尼 我还从来没遇到过 人们把手缩回去 我就开始尝试了 你需要每天做五次吗 不你觉得做几次舒服 就做几次 我开始认识介绍对象的时候 每一次我都做得手忙脚乱的 所以我从最简单的开始 你好我是麦克肯尼 然后我慢慢的说的多一点点 我保证自己每天都去和人们打招呼 每天认识新朋友 从一个到两个到三个到四个到五个到六个 你好我是麦克肯尼 你好我是麦克肯尼 从这些积累当中 化学反应产生了 人们开始对我的问候有所反应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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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你感觉舒服的事情 这也是一种伸展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这就是第三点 伸出你的手 离开你的家 你许和我每天晚上都会离开家 你可不一定得每天晚上都出去 在座每个人的实际情况都不一样 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根据自己的工作时间来安排 如果你一个星期有两天晚上可以外出 就这么做吧 要前后一致 要坚持不懈的做 不管是两个晚上还是三个晚上 还是四个晚上 无论你决定什么 就这样做吧 你会遇到拒绝 你会碰壁 但是还是要坚持做 我记得莱斯布朗说过 当一个人坚持往前走 而且他是坚定的相信的 老天会推他一把的 成功的大门就会对你敞开 所以离开你的安乐窝 你决定一个星期要离开家门几次 你了解你的实际情况 这是化学反应 每天都要培育梦想 我以前每天都要进古董店逛一下 米薛不喜欢这样 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 这是我的热情所在 经常看你喜欢的东西 例如飞机 我们的事业会创造出大批的亿万富翁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拥有一架喷气飞机 并且一个飞行员 你一个月也许会增加好几天时间 你可以更快的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去到机场 去到飞机销售公司 你可以告诉他们 我今天不是来买飞机的 我只是来看一下 我也许几年之后会买飞机 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 他们肯定会欢迎你的 他会请你进来 为你安排是非 每次你再回来 他们都会欢迎你 而且能叫得上你的名字 或者去逛逛珠宝店 女士们感觉一下 到珠宝店逛一下 是什么感觉 看一些你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或者走过一些漂亮的房子 一定要走出去培育梦想 如果今天没有做 明天就做两次 要定立目标 不能只是把目标定在心中 要把目标写下来 在旁边写下实现目标的日期 一个终点线 当你把目标写在纸上 你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就会比只是让目标停留在脑袋中的人 多三倍 这一点我就不再多说 但是为什么要质疑这个 所有行业的成功人士说的话呢 你却和我每年都写下目标 当新年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 我们打开信封 看一下我们年初写下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都实现了吗 没有 但是我们的确实现了一些 拿一张三寸乘以五寸的卡片 写上你的目标 每天都看一遍 你下个月的积分目标是多少 这个月是多少 下个月是多少 你的目标实现了多少 写下来 写下来 你们大多数的人还是不会写下来 但是还是要写下来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月有多少人加入系统 这个月有多少人参加磁带学习计划 参加读书计划 上个月有多少 这个月有多少 目标一定要写下来 每天都看 每天都看 这样做有一种神奇的效果 你的潜意识会把你带去你想去的地方 这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事实 下次集会多少人参加呢 我曾经说过一个人 你只需要带一个人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想想 你的工作只是一个人 在座的每个人 你们只需要带一个新人来参加聚会 夫妇两人就带两个 你们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谁打算做到这一点 你这个月会讲多少个计划 上个月多少 上个月八个 这个月想增加到十个吗 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 这必须是渐进的 你要形成一个模式 你怎样才能做到 通过设定目标 你最好每个月讲二十 二十五个计划 要善于咨询 如果你的咨询导师不是正确人选 那就找到正确人选吧 找到你能和他产生共鸣的人 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咨询导师 那就认真审视一下自己 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当你做业务资讯的时候 你的团队会做业务资讯 当我不做资讯的时候 我的团队都不会做资讯 这很奇怪 当我资讯 我去到我应该去的地方 这个时候 其他人也在做资讯 其他人也在问问题 如果你还没有资讯的资格 例如有人向你提一个问题 你只是做到一百分 你有一个伙伴 他打算推广三万元的产品 你也许没有资格给他指导 那就要找到有资格的导师 我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也没有资格回答他们的问题 我就去找到我的导师 有时候我的导师会说 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让我问问我的导师吧 有时我会说 导师这是我的想法 也许我会想歪 我得听听你的意见 才能回答他们 这是我的想法 你看看我有没有想歪 有时候你会发现 他的想法会和你的完全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到达那里了 他知道怎么走 才不会走弯路 为什么要让自己走弯路呢 所以如果你没有资讯的资格 不要去资讯 这没什么 人们会因此而更加尊敬你的 你并没有所有的答案 我也没有所有的答案 我不想有所有的答案 我会告诉人们 这是很好的问题 我会努力为你找到答复的 这样人们会更加尊重你 让我跟你们谈谈恐惧 我说过 对于这个生意的另一方面 我的生活的另一个方面 我都曾经心怀恐惧 恐惧是看似真实的 错误想法 恐惧是一种反应 相信是一种行动 而恐惧是一种反应 我一直以来都心怀恐惧 如果你愿意做出努力 来克服阻止你前进的东西 你想要的东西就在彼岸 我长大的时候一直有着恐惧 当我进入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在如此多的方面都有恐惧 我知道我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但我必须要克服恐惧 我的理由是否足够大 让我可以直面我的恐惧呢 不需要大很多 只要大一点点就行 我总是努力工作 我记得曾经做过一个梦 我记得坐在一艘船上 我听到一个声音 让我离开那艘船 我说我不能离开船 因为我不会游泳 那个声音说 你现在立刻离开船 你抓住船弦就行 你能做到的 所以我就跳下船 抓住船弦 围着船转啊转 然后那个声音说 放开船 放开船 我不会游泳啊 那个声音命令我放开船 然后我一点一点的放开 同时练习踩水 就这样一点点 一点点 你猜怎么样 我慢慢的掌握了其中的诀窍 我开始变得行动自如 这种感觉真好 然后我回到船上 这时那个声音说 离开船 而且要烧了它 把船烧掉 我说我不能这样做 把船烧了之后 我就回不去了 没错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内心把你的船烧掉 要破虎沉舟 我当时破虎沉舟是有原因的 这是为了在座的某个人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但你们要走出来 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烧掉你的船 因为只有你破虎沉舟 你才会无路可退 只能往前走 这个时候 你就会看到你内心深处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蕴含着成功的种子 其实你们对自己内心深处 所拥有的东西 根本一无所知 我就是这样 我过去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一无所知 现在也不知道 但是当我往前走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会源源不断地走出来 这令我很吃惊 破虎沉舟吧 如果你想要船 一定要走出船 先学会游泳 要有远见 没有远见的人会怎么样呢 会消亡 世界上这么多的人没有远见 这真是令人吃惊 在遇到这个生意之前 你就已经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你的内心有某种东西 终有一天它会爆发 终有一天 一些伟大的事情会发生 这就是远见 这种精神一定要被保持下来 如果你不好好喂养你的精神 让它活下来 你将一事无成 要使你的精神保持鲜活 我们要尽我们的权力 使我们的精神鲜活 有一些人本来今天应该来到这里 他们没来 你要尽全力使他们参加下次聚会 也许就是那个小小的动作 使他们往前走一步 如果他们错过聚会 他们就会在外面的世界感染病毒 会感冒会得肺炎 他们会失去梦想 会掉队越来越远 远见 还有什么比失明更可怕的吗 有的 海伦凯勒说 虽然有势力 却没有远见 比失明更可怕 一向没有远见的工作 只是一件苦差事 一向没有工作的远见 是一个梦想 一向有远见的工作 是一个胜利 詹姆斯·阿伦说 你的远见 是你将来能成为的样子的许诺 金克拉说 通往成功的电梯出了问题 你必须要走楼梯 一步一步的走 给自己一点时间吧 你做到今天的程度 用了多长时间呢 要去达到你想去的地方 需要更长一点时间 如果你在做一些 你确实在乎的 令你兴奋的事情 你不用被人推的 你的远见 自然会推动你前进 我觉得自己是 平均法则的另类 我中学没毕业 但我后来回去拿了个 同等学历的文凭 我知道我将来会有孩子 我怕我的孩子问我是 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能怎么说呢 我总不能撒谎啊 但是我在我们的生意当中 在系统中接受的教育 是无价的 爱因斯坦说 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 同样思维来解决问题 当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方式思想的时候 没有多少人是在真正的思考 每一件事总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行动起来去找到它 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但是我们的事业各不相同 为什么有人成功 有人失败 因为他们做出不同的选择 做出不同的决定 只有那些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的人 才能成就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业 爱因斯坦说 伟大的精神总是会遇到平庸思想的强烈反对 你认为他曾经遭到过反对吗 有远见而无行动 只是一个梦想 有行动而无远见 只是虚度时间 有远见的行动 则会改变世界 如果你不先在空中建造城堡 你就不可能在地上建造城堡 少小不努力 老大图悲伤 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挖紧 二十年之后 你为你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后悔的程度 比你为做过的事情后悔的程度大得多 你选择自律的痛苦 还是后悔的痛苦呢 现在约束自己 以便二十年之后 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离开你的安全港湾 扬帆远航吧 走出你的舒适区 抓住时机 实现你的理想 目标是具有最后期限的梦想 未来属于那些相信他们梦想的人 要敢于梦想 梦想必须比我们敢于想象的更大 这样我们成长到梦想境地 你们都坐在一个有着金属框架的椅子上 座椅上面有一层漂亮的皮革 但是很久以前 这只是某个人的梦想 有人曾梦想过皮椅子 人类创造的一切 在被创造之前 都曾经是一个梦想 只有梦想者才能推动世界前进 而在现实世界里 我们都被僵化 被打击 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都变成了一些统计数字 但是你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梦想 你们都有远大的梦想 要相信你的梦想 你要培育他们 你要勇往直前 你要和积极的人处 因为只有积极能提升你 把你建立起来 给你力量 消极会毁了你 你的生命有上有下 有好有坏 你一定要开始做正确的事情 不要放弃你真正想要做的事 一个拥有大梦想的人 比一个拥有所有事实的人更有力量 你并不需要得到所有事实 一个人的智慧取决于他的梦想大小 而不在于他知道什么事实 这是德士特耶格经常说的话 真是你的远见和你的梦想 因为他们是你灵魂的孩子 是你最终成功的蓝图 所有男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充满梦想的小男孩 所有女人心中都有一个充满憧憬的小女孩 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每天这个小男孩都会跑出来 说我们出去玩玩吧 我们每天都玩玩玩玩 当我们慢慢长大 当我们结了婚 我们变得不开心 我的脾气很大 我尖酸刻薄 为什么呢 我在错误的地方玩耍 我内心的那个小男孩不玩了 因为我不让他玩了 我们结束了 生活是严肃的 我们不再开心 然后我进入这个生意 我记得一天早晨起床之后 我看到我内心的那个小孩子又跑出来了 蹦蹦跳跳的说 我们今天玩一玩怎么样 我说好啊 我们今天能玩玩 我们以后每天都可以玩 这释放了我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心中有一个爱玩的孩子 你可以开心一点呢 麦克和米雪 其实没什么特别 像我以前说的那样 我曾经被扔到生活的垃圾堆里 我曾经被扔到那里去 外面的世界上有着非常多的好人 他们都在寻找爱他们的人 能倾听他们的人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在聆听他人说话的世界中 人们非常渴望有人倾听他们 我在钻石们以及前排领导人当中看到这一点 他们都是给予者 他们在生命中奉献时间投入在人们身上 你想投资在哪里都可以 但是最大的投资回报在于人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呢 不是的 会不会有人放弃呢 当然 人们放弃所有的东西 教会 婚姻 人际关系 学业 工作等等 只要是为了得到伟大的东西 就不要害怕放弃好的东西 态度就是一切 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 它决定你今天的程度 每天你起床 你能够掌控一件事 那就是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 你要培育保护你的态度 态度决定你的成就 当你决定要往前走时 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告诉人们 在聚会的那一天的周围 筑起一堵墙 因为总是会有事情跑过来 尝试抢走你的注意力 虽然人人都答应你来 但总是有人不来 因为有些事情发生 把他们抢走了 我把这称为是干扰 我经历了很多干扰 有很多事情发生 但你知道吗 我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些奖品 我从来没有看那些干扰 更没有被他们抢走 我看着这些干扰 我知道这些是我的干扰 我对他毫无办法 我只能拥抱着他 拍拍他的肩膀 但是我改变不了他们是干扰的这个事实 如果我不能改变我目前的状况 我只能往前走 我相信上帝自然会对付这些干扰的办法的 我在改变人们的生活 当你走出去改变人们的生活时 你要辛勤奔波 你要和人一起喝咖啡 分享梦想 主意和概念 这时一定要有准备 肯定会有人来阻止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生意不仅改变生活 而且会对人们未来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在这个生意当中看到的情景是 我们吸引了很多精英人才 你们在座所有人都是非常棒的人 女士可以把钱包放在座椅上 而不用担心有人来偷来抢 但是外面有很多地方很不安全 甚至有一些教会 你都不敢把你的朋友带到那里去 因为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是专注于成为最好的自己 他们在这里是为了学习 为了给人们带来不同 这多有威力 德什特耶格告诉我 去找到这本书 拿来好好读 这是一本关于人际关系的书 你们有些人需要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下功夫 我现在还需要在这一方面下功夫 需要多长时间就花多长时间 那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 这要看我妻子什么时候说 行了 你已经很不错了 那我就可以歇一歇了 这本书有一节很重要 这是关于人际关系的速成课程 我们有时并不懂弦脉之音 男人都是黑白分明的 但是女人就不同 当你听到你的配偶 你的妻子 你的女朋友 他们对你说下面这句话的时候 你要明白他们是在说反话 当他们说亲爱的 你不用做这事的 你一定要做下去 或者他说亲爱的 这花钱太多了 不多啊 他说的是反话 他在看你有多么在乎他 该花多少就花吧 或者他说行了 这对你太不方便了 不麻烦呢 或者他说别麻烦了 麻烦 在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听出弦脉之音 这也许需要很多年才能掌握 我们的确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微妙关系 如果他说我真的不在乎 他在乎啊 或者他说跟我说实话 这时要小心呢 这件裙子我穿着怎么样 我胖不胖 你一定要斟主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什么有效 什么不会有效 我还没有修炼到家 所以我妻子让我学习这本书 我每天都在读 除非他告诉我 我够好的了 我还要继续学习 能成为这里的领导人的一部分 是我的荣幸 我以前没想到这一天 我想到了很多事情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看到人们上台演讲 我知道能走上舞台 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今天我在这演讲 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感受 我非常幸运 能成为这个团队的一部分 我们的使命是给世界带来不同 我为在座的每一个朋友骄傲 也许你是全新的朋友 但你愿意做普通人不做的事情 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 欢迎 我很高兴当时我的导师没有打击我 他纠正了我的错误 他总是跟我实话实说 他说的话 也许我不总是觉得顺耳 但是他总会告诉我需要做什么 有时候他会盯着我目光坚定 说你为什么又这么做 我说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确保我这样做是错的吧 以便我下次就不会再做一次了 我们还没有开始看到这个生意 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所以一定要有远见 因为这个生意会去到月球上 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今天就建立你的生意王国吧 不要等到下雨天 不要等到你被逼到墙角 不得不行动的时候才开始行动 在你需要以前就做好它 你将来一定会很庆幸的 如果你现在不需要做这个生意 你现在正应该去做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在座有人正在经历着下雨天 只要你活着 你是地球人 你就会经历下雨天 也许不止一次 要准备好 口渴之前 要把井挖好 做你需要做的事情 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以便你可以得到大多数人不能得到的结果 从我能得到的信息来看 我看到一个趋势 中产阶级的数目将越来越少 富人将越来越富有 穷人将越来越穷 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那一代人 越来越多开始进入老龄阶段 他们不再创造财富 这个时期很快到来 那个时候我们会自动失去某些东西 但是这些问题对我没有影响 因为我在昨天和今天 做了大多数的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你不知道你将来会遭遇什么 天有不测风云 美国遇到了911 而将来的某个时刻 你会遇到你人生的911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美国人的工作正在被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抢走 有人说五年之内将会有一种流行病 蔓延全世界 那就是全球化 我们现在很多大公司都把职位转移到国外 但是没有工作从国外转移到国内 那些可都是白领工作 如果你的公司雇佣一个美国人 一年要花费10万美元 另加福利 想一想 把公司搬到印度搬到泰国 花1万美元 不用给福利 什么人交不上来呢 硕士五年十年工作经历 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 你会怎么办 所以他们说 人们需要重新接受教育 我说的精简裁员 这是社会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我们谈到电子商务 这也是大趋势 不可逆转 有很多事情都在酝酿当中 我的意思是 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未雨绸缪 不管这要付出什么代价 保持专注 只要你做出决定 不用很长时间 你就能做到 你们都已经拥有 你们所需要的一切 就看你们的了 我们相信各位 因为我们知道 你们的内心 已经有了所有需要的一切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